主角很多膠質 那這邊 那這邊再跟大家介紹一下 因為我們除了豬腳便當之外 事實上一隻豬腳的腳蹄部分 我們也會製作兩份的腳蹄便當出來 因為腳蹄的部分 事實上整個膠質膠原蛋白最多 那事實上在啃豬腳就是最有味道就是那個腳蹄的部分 不過這一部分的話 數量會比較少一點 像整隻豬腳起來的話 大概只有兩份腳蹄便當 那如果大家喜歡腳蹄的話 你在買的時候要特別問問服務員說 欸 腳蹄便當還有沒有 因為沒有 比想要的 寶寶 師父 吃下去 打的 在哪裡 媽 吃 膨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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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們現在示範的已經是最後的階段了 前面的那個在滷製的過程的話 這邊沒有辦法展示 然後現在展示的是最後的變成說 我們主角最後的切片擺設 那另外我們裡面所搭配的脆蘿蔔絲上 我們是特別有研究口味 然後特別去那個那個調製出來的 蠻清爽的跟豬腳搭配起來的話 可以有去油解膩的一個效果